前夜風 前夜4時 前夜1時 典典 買完了 今天要用一個最適合在家裡 手間做的意粉 但它跟平時拌道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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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意粉有少少不同 它還有一樣很重要的材料 就是 雪仔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叫Gnocchi的東西 其實它是一個用薯仔來做主要材料的 一個好像芋圓的軟子型的東西 在意大利基本上每一間有意粉的餐廳 都會看到它的蹤影 如果你想看意大利版本的這個東西 那就厲害了 我們有在這裡 那間就是在梵蒂岡旁邊 我以為它在梵蒂岡裡面 然後吃完才發現原來已經離開了梵蒂岡範圍 它根本是普通意大利的 一家意大利餐廳 大概你做這個東西 你需要準備一堆這樣的材料 這裡有一個薯仔 其實什麼類型的薯仔都可以的 粉的那些就會比較適合 不然就會太粘口了 我們直接把它切開兩邊就可以了 那冷水就可以了 薯仔沒什麼所謂的 15至20分鐘 你總之用筷子測試它 刺得到軟了就可以了 通常這個東西有兩個方法 除了水煮之外 有時候有些人會用一個焗的方法 就滲點鹽 然後再整個薯仔放進焗爐焗一個小時 那我們就由它煮了 稍後回來 我們這樣放進去 都很順利穿過了 就可以夾給它了 好 那薯仔就在這裡了 我們撕了皮才趁熱 但是蓮皮煮的好處就是 會吸少一點水 乾爽一點 就可以保持多一點薯仔的質感 好 接著這個薯仔去皮 就可以壓溶它了 如果你煮得夠軟 應該就沒什麼大問題 這個東西在香港 比較少地方有得吃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不想做這一部分 又不是沒有的 有現成有得買的 不過出來的口感 我自己就覺得偏軟 沒什麼特別 現在要做就是看清楚 究竟它實際有多少 我們才判斷要加多少粉 各樣東西 170 180 我們當它 好嗎 這個東西多數除了薯仔之外 另外還有另一個東西 讓它成形 就是雞蛋 但是我們不會乘機放進去 因為我們這次的量太少了 我們會只用蛋黃 一隻蛋你當它50 只蛋黃你當它20 我們放蛋黃 拌勻 越多麵粉出來的質感 就會越硬身 和越煙韌 那你就看看你喜歡哪個方向了 那這裡呢 有100g的麵粉 那就不用一次過加的 你可以加剩下一點 看看如何 看看能不能拌勻 那拌勻到它沒有粉 我覺得可以再挺身多一點 下了一點點東西 很重要 我們加一點鹽 因為它呢 粒東西呢 其實是成粒實心的 它不同意粉 你很容易煮的味道 所以呢 加一點鹽 加一點味道會好一點 我們就隨意 加一點鹽 你用手感覺一下它的質感 現在呢 都是軟軟的 它裡面的水分 不是馬上出來的 即是你開頭看很乾 你弄一下弄一下 它又會變回濕的 這個東西 你喜歡煙韌呢 就可以拆久一點點 現在起碼都拆到形出來 你想極致薯仔味 你最好用焗的方法 一來焗出來會香一點 二來呢 焗出來水分少一點 你加的麵粉又少一點 那薯仔的比例就會高很多 你看 拆久呢 它也是會變回這個狀態 那我們呢 把它拆到 所有東西 混合了 不是很黏 濕濕的 就OK的了 那我們把它呢 放進盤子裡 讓它休息半個小時 讓它的水分均勻一點 那之後呢 就可以呢 進行下一步 就是把它拆成形的了 待會再回來 三層見過 好 又到了資料搜集的時間 那麼呢 究竟我們今集這個東西 那個起源 為什麼它的名字會是這樣的呢 因為呢 這個字呢 本身呢 就是一個意大利文 所以呢 人們拆開 就大概猜到呢 有兩個 這兩個字呢 都是它的源頭 那這個呢 解釋呢 就是呢 你看那些木紋呢 中間會有一顆樹的眼 就是那個字的意思 還有另外 這個字呢 就是解釋呢 這個位 這些這樣的位置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呢 我們剛才呢 放進去的 鼠尾草了 鼠尾草呢 其實有分很多很多種的 那我們呢 平時看到那些呢 就會叫做普通鼠尾草 那還有些什麼呢 還有呢 快樂鼠尾草 還有一些呢 叫做白鼠尾草 但是呢 就不是每樣的鼠尾草呢 都能吃得和合法的 墨西哥鼠尾草呢 裡面有一種很獨特的成份 那種成份呢 是會引致迷患的 在香港呢 是不能夠呢 持有任何這些東西的 這個呢 就是有關鼠尾草的東西了 好啦 我們夠了 回來啦 可以處理它啦 預先呢 準備多一點點麵粉 以防是用來貼底啊 各樣東西 我們弄起來才會方便 推成呢 一條長型的東西 如果呢 太粗呢 你就切開它 兩個 或者三個 那就會好一點 嘩 長度錯了 不過不要緊的 就不用平均分的 我們這次這個 你看呢 這次很柔軟 很容易搓的 因為它沒有什麼 固騰 沒有什麼彈性 它不會縮起來 大什麼的 藥膜是這樣 你根據你的 一口大小 就切了它 給少許粉 以防它們中間黏了 好啦 那我們呢 就弄好了 唉 黏了 黏了呢 小小就不要緊的 如果太多黏了 即是很容易黏著 你一剪出來 即是你不夠粉 即是你本身的東西太濕 所以你可以加些粉 差一點點 那它出來就不會太容易黏 好啦 那整形狀了 有幾種的 他們呢 通常呢 意大利人呢 會家裡有一塊板 拿來做不同類型的意粉 那就是一些坑紋的東西 那我們呢 家裡呢 就未必有的 但是呢 家裡有差的嘛 那你就可以模擬它是那塊板 輕輕的滑下去 後面呢 會有一個椅子的 那這裡就可以藏多一點汁啦 或者不是的 我直接來啦 那我就要兩隻手指這樣轉一下 那基本上呢 這個呢 已經是其中之一款來的了 又或者呢 你可以調轉 用叉呢 來幫它這樣按一按 最重要呢 就是預算多一點點粉 撒下去 不要讓它黏著 那我們呢 就如此類推 弄光它 這個形狀是真的不介意的 你可以這樣 那在教父三裡面呢 這個Winson和Mary呢 就是在這裡弄這個東西 他們怎麼弄呢 按一按 兩個人 這隻Winson 這隻Mary 那接著呢 Winson就這樣 這樣 唉炒了 吸不到女兒 好那我們呢 準備了一大鍋的滾水 這裡藥物是600左右 那就加四分一鹽 在表面有多點味 那之後呢 就可以把我們這些 全部倒進去 很快而已 兩分鐘至三分鐘一定可以 它很快浮起 因為我們的薯仔已經熟了 這裡呢 藥膜是一人份至二人份 煮出來大概是300多g 左右 這個東西 我們等一下會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牛油和芝士 跟在意大利吃的那隻好似的 但是呢 其實它呢 跟普通義飯一樣呢 是幾百搭的 你可以配上一些青醬啊 那些你基本上 你在超市直接買到的 那些 蕃茄醬啊 意粉醬啊 全部都跟它都合的 好啦 話都沒那麼快 你看到它呢 基本上全部浮起了 那其實就OK的了 我覺得這個量肥大粒 然後呢 好 那我們呢 就裝起它 那些水不要丟 會需要用到那些水的 一定要用一個鍋 首先呢 牛油啦 泡不下去了 因為溶了 你可以先用橄欖油 之後再再加牛油 也可以的 那你就可以炒得香些 因為牛油呢 本身比較容易焦 你就不可以太過高溫 接著呢 做回最簡單的 鹽啦 黑椒啦 那呢 就拌勻它 接著這個東西 你也有也沒有也沒有 有時候它們會加進去 增加一些香味 令它沒有那麼 寡的 這個東西呢 就是鼠尾草了 那我們呢 會放很少 那個外國的風味會多的的 看到嗎 現在這樣已經很棒了 非常之簡單 我們呢 有兩組芝士 那都是之前用剩的 如果你要另外買 那你就買馬臣芝士 其實就OK的了 因為我們放了很少鹽 這裡就是其他 那個鹹味來源 還有那個汁 濃度的來源 都是來自這個 那我們就每樣10克左右 那現在呢 就可以呢 將我們準備好的意粉水 放進去 混合了芝士之後 其實它就會成為那個 這個醬汁的了 那為什麼不一開始加呢 因為你一加了水 基本上這個鍋裡面的溫度 就會很低的了 那你就煎不香它的表面 煮滾吧 將我們的芝士加進去 關小火先 之後就沒事了 拌勻它就是了 那你就看一下 芝士的份量和水 會不會太多太少 譬如現在好像你看到 現在這樣的 其實可以多一點點 一離了鑊 溫度一低 芝士就會凝固 接著就會黏著一塊 那我們這個 異色的Rocky 就完成了 是不是這樣讀的 應該都錯了 沒什麼變成適合的 我讀這些 上一碟了 你就少少芝士 少少黑椒 看起來就很好吃了 完成 完成 那我們這次這個 異色薯仔丸子 或者你會叫它做Rocky 那就完成了 每一次說話都很深入 發不出那個音 它那個音是很這裡的 但如果有人認識的話 可以組成中文的拼音 讓它進化嗎 這個東西做起來 基本上是非常簡單 沒有特別難度的 只是要等半個小時 它攤麵團 所以其實都幾方便 每個家都可以吃的 那我們馬上來試一下 你看看 我覺得比在街上買的 現成的 現成的 現成的不好吃的 你買現成的 這隻 你小心點 很容易發霧 不知道為什麼 無論它還沒過期 你記得 反轉它後面 看看會不會有些位置 會發霧 除了這個煮法 我們Live的時候 試了第二個煮法 其實那隻就開胃 好一點的 即是番茄味 你們可以看回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的 二色薯仔丸子 今集就來到這裡了 記得按Facebook 訂閱 喜歡可以加入我們 不同級別的會員 那你就可以看回 之前如果做做這個番茄味 這個汁是怎樣做 我們逢4月1 4月3 4月5都有新片 星期日都可能會有 星期二、四還會有Live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咱們 碧